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进展高达色评 本期是第八期 咱们今天依然介绍一款完成品 是出自Mobile Suit in Action这个系列玩具 那么上期的话我们是介绍这个大渣母 那么今天的话依然是一款 在这个0078一年人里面 一款非常大的一个MA 我们知道咱们玩这个进展高达的话 叫做这个MS 全称的话叫做这个Mobile Suit 就是这个机动战士 而MA的话是这个Mobile Armor 就是这个移动装甲 如果说机动战士的一个设计理念是这个量产 那我们这个MA的设计理念的话 就是这个高机动性和这个高攻击力 那么这一款的话 它的名字是这个MA04X扎古莱罗 那么它的设计的出租的话 就是一个中距离和一个近战的一个需要 比如说前方有一个两个非常大的一个机械臂 就是可以在近距离进行一个拆洗 那么身上的话也有非常多的这个武器的输出 待会的话呢我们来看这个细节 好那么这款的话呢 其实是我捡的一个小漏 就是在我逛那个二手市场的时候 突然间看那个摊外有售卖这款玩具的 那么当时摊主的要价的话呢 是这个4美金 那么我的话呢 也直接把它购入囊中了 因为我看到这个头部的话 是有一个小的标志 这个就是疾风军的标志 所以说我认定它一定是一款高达的玩具 当时我在买的时候 还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我这之后一查的话呢 这款玩具就是出自于这个2001年的一款玩具 那么它的话呢是一个套装 那么里面的话呢还有另外一个人物 是这个格鲁古古 那么是并没有包含啊 那么这款玩具的话呢 它是一个MA 那么MA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集盟军的这么一款 这个高机动性 高武器输出的这么一款这个载具 好那么它的主要武器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就是在这个嘴内啊 有这么一个扩散炮 那么这个扩散炮的话 并不是这个战舰级别的一个光束炮 而是这个去掉这个光束环 这个扩散环之后的话呢 有这么一个可以扩散性质的一个离子炮啊 那么就是为了一个进展 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杀伤 好 那么另外这款玩具的话 跟其他MA的玩具不一样的话 就它有一个这个声光可玩性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 当我们按下去之后的话呢 是可以听到两种音效的 我们来听一下 这是第一种音效 这是第二种音效啊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小可玩性 好的 那么这个的话 是它的第一个武器输出 那么第二个的话 就是在这个前方 有两个这个蜂窝式的 这么一个导弹发射器啊 也是可以同时发出多枚导弹 那么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杀伤 包括像这个地方 应该是都是可以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 那么在前方的话呢 是有两个机械手臂啊 那么这个是一个明皇皇 多人二目冷森森叫人胆寒啊 是可以在近距离进行一个火力的输出 那么前方这个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就可以像这个扎古这个这个热能斧一样 可以进行替换的一个这个板件啊 好 那么上方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还有两个这个蜂窝式这个导弹发射器 为什么是在上方 因为这个载具的话呢 是经常是这个运动到这个联盟军的这个战舰的下方啊 进行一个游侠至上那个攻击 那么就像坦克一样 这个战舰的底部的话呢 通常是防御最薄弱的地方 那么这样的话呢 是可以给联盟军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杀伤力的 好 那么另外的话呢 就是他这款的玩具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集盟军的设定的话呢 就是经过测试之后 虽然有一个非常不俗的一个近战和中战的一个表现 但是他的这个这个驾驶机动性的话 这并不是很好啊 也是非常的困难驾驶 所以说的话呢 在之后的话呢 变成了一个废案 是把他这个舍弃掉这个最终的方案了 那么在这个舍弃之前的话呢 是一共生产出了四种这个不同的型号啊 包括这一只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细节部分 那么他的主要的颜色的话呢 是一个主体的一个黄色 和这个吹动器的这个这个这个深黄色 然后上方的这个蜂窝式这个发射器的话 是一个棕色和黑色的图桌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驾驶舱啊 是有点偏偏的紫色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集盟军的这个标志 在这里还是一个不错的图桌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标志啊 好的 然后他的这个前方的话呢 是有一个大琉牙 那么在内部的话呢 是一个扩散的一个麦角光束 那么可以进去学一个升纲的桶 非常的不错 好的 那么包括前方的话呢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扩散导弹 一个发射器在这里啊 那么在旁边的话 有这样一个抓手 可以供这个扎骨的话呢 是握入这里进行一个搭载 那么在后方的话 就是这个推进器部分 那么首先在这个地方 是有四个小的推进器在这里啊 是可以分别的一个上下的这么一个可动 没有问题 就像是这样 好 那么这两边的话呢 是这个主推动器 那么是可以 也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转动啊 那么里面是有一个黄色的图桌 那么这里面呢还有一点点这个细节的刻画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上方的话呢 是非常多的文理啊 和细节的刻画 直到进来一个考究啊 好 我们翻过来 那么在那下方的话 这个地方是一个这个声光的一个开关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电池盒放两枚这个七号电池 那么它的名文的话呢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是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这个地方应该写的是这个2001年这个万代公司出品 made in china 它是个sunrise公司出品啊 好 那么它的可动性的话呢 其实比较少 那么只有手臂的一个可动性还是比还是比较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移动 可以进行一个这样上下的一个转动 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地方可以进行360度 一个旋转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地方可以进行一个上下的一个灰白 所以说在手部的这个这个手臂的话 是可以摆出不同的姿势啊 进行一个攻击和一个摆放 好 那么这款mv的话呢 也是在这个面前中有个出现 也是一个一个不错的一个进战 和一个中战的一个火力输出 但最终的话呢 是把它废掉这个方案了 硬之这个集合军的话呢 总是有这个不同的mv出来 那么这款的话被废掉 也马上就有新款出现 好 我们这个今天测评 那么我们来喜欢玩具的交流 目前的话 这是一个100期 进行高达的玩具测评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